紫料看色期绝技 学会不吃药 订阅育员和田玉每天学点新知识 和田玉温润透白 深受人们的喜爱 和田玉紫料是和田玉四种产出形态中 玉制最佳 价值最高的 紫料也是人们选择和收藏的重点 它历经成千上万年的冲刷 拥有鲜明特色 极万千宠爱于一身 和田玉中最佳的极品是和田紫料 和田紫料的原生皮色特征是全包裹 微透明 颜色自然 皮色有层次感 似有一层不同颜色的毛毡 目前好的和田玉紫料已经越来越少 物以稀为贵 和田玉紫料在近年来作为玉石投资者 争相追捧的香波波 在市场上也自然假货不断 如何才能识别出真正的和田紫料呢 和田玉紫料按照下面的七个依据分辨 自然能在市场上风生水起 只要染过色的玉 在裂系处总有处理不干净的颜色残留 并且只在裂系表面 而和田玉紫料虽然也有裂缝 但都是原始实纹 而串好的和田玉紫料手势上 是每一颗都经过人们的精挑细选 裂纹较少 要从45度角测光看 真的表面是润则一片 偶尔正面看得到的 侧面颜色是不存在的 只有光感 染色的和田紫料 测光看去是僵硬的色彩 天然的和田玉紫料有一层焊毛孔 即和田玉表面形成的无数密密麻麻的小孔 真正的和田玉紫料颜色的边界 始终跟着毛孔的边界同步延伸 而人工很难制造出这样的毛孔 因此甲玉表面会显得更加光滑亮丽 水线是没有预化好的玉原料的一部分 一般新疆和田玉带水线的较多 天然的颜色遇到水线 往往是中断的 带水线的紫料往往质地更为细腻 更有油性 紫玉表面的颜色会过度到消失或是突然中断 这个颜色的边界就是色界 染色仿制而成的和田玉紫料 其颜色往往十分显眼浓郁 并且浮于表面 颜色分布也没有渐变过度的形态 很多紫料表面上有江斑的存在 真的紫料江斑与色共生时 江斑都是无色的 即使有色 也能找到无色或者颜色变化的现象 玉的颜色是天然生长的 深入肉质 肉眼看到的有限 但实际上就是深入其中 颜色的端口 可以看见玉石内部淡淡的色彩过度 以及光泽度的持续延伸 而不是浮在表面 而不是浮在表面 那么多久 我可以看见玉石内部淡的色彩 但实际上就会有一个 相互之灵的色彩的色彩排阜